好来看到丰山国小校长转介校园的个案 据议员林品阳服务处了解这个学校两名的学生遇到经济上的困难 林品阳议员即使传出援手每个月提供待用早餐 并向温暖爱心慈善协会发起募款的机票 其法案透过这次的圆梦计划弥补外籍配偶徐日香回家的缺憾 欢迎议员林品阳经风三国小校长转介校园个案了解两位学生遇到经济上的困难 即使伸出援手协助两位学生在校期间的提供每月待用早餐解决他们实质的问题 之后也辗转了解到母亲外籍配偶徐日香 嫁来台湾近20年由于家庭因素一直无法反国探亲 这次向温暖爱心慈善协会发起募款机票 往返越南母女三人共三万四千元 以及额外负担两万元的生活费用 期望透过这次的圆梦计划弥补她辛苦为家庭的缺憾 嫁来台湾将近二十几年了 那一直以来没有办法回国去贪亲 今天的捐赠仪式那也希望凸显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社会处以及民政处 能够积极协助外配不管是经济上面 以及生活上面的问题 那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协助他们 才不会衍生往后的一些家庭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来做均论是给他的三万四日飞机票 我们还有加上一万六的典费 同时一起抛砖引玉的还有丰山国小基金会 希望透过这样的散举 让当事人感受到花莲的温暖 真的是非常高兴 然后孩子他能够得到一些圆梦计划的助学金 那让孩子能够圆他们十几年来没有回到妈妈故乡的一个梦想 那非常谢谢基金会的散举 我们林平洋议员出面 请我们的温暖爱心慈善基金会 非常感谢他能够让我们这边的家长能够圆他的梦 他已经十几年没有回越南了 谢谢大家 先议员林平洋并表示外籍配偶来到台湾人生地不熟 更需要政府部门以及县府社会处给予生活以及经济问题上的关怀 才能够及时解决延伸出来的家庭问题 这次的募款活动 丰山国小基金会成员也自发性的赞助旅费以及往返的车资 先议员林平洋感谢各界爱心人士 能够协助外籍配偶十年来为回家探亲的散举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贸道